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动式是多少 现在我们要讲一种由磁场里面所产生的电动式 我们首先讲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他发现如果我们有一个线圈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不是当初法拉第发现 而是这个产生电动式的原理是他想通的 在当初那个时候 有人就发现如果这里有一个线圈上面没有电动式 没有电池啊什么的 他不可能有电流 对不对 但是当你这里摆一个磁铁有N级有S级 当你把这个磁铁推向它的这个过程里面 或者是从接近的时候拉开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线圈会产生电流 那么推进跟拉开 产生的电流方向不一样 于是在当时啊就造成轰动啊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啊 从来没有人看过的 不晓得什么道理 所以大家都要来研究 谁能够把这个道理研究出来啊 他就可以名垂青史啊 他的名字就可以列在电磁学上面 像什么什么安培啊高斯啊欧姆啊之类 对不对 你如果你只要发现的人 他叫阿猫将来就是阿猫定律 阿狗发现就是阿狗定律 所以当初好多人去研究啊 因为这个仪器很简单嘛 电线把它接成圆圈就好 拿一块磁铁就可以这么动嘛 对不对 上面就有电流嘛 你可以用个电表来测电流嘛 所以那个时候啊 哇大家都要想在这个上面 成名哈 这是他扬名立万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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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时机 所以当时你可以看到满街都是人啊 拿着电线磁铁在满街跑啊 好多人做这个实验 是看到他有电流 想不通是什么道理 只有一个人 法拉第 他想通了 他呢 就认为 一般人以为说 这两个默不相干嘛 怎么会塌动影响到他呢 但是法拉第就说 你看起来不相干 但是一定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 是两个有相干的 就是他能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 那么 他 他 对磁学 研究的非常的透彻 磁 我们以前讲的电力线啊 其实就是法拉第研究磁场的时候 他发明了一种磁力线 让这个磁场的观念会比较具体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应用到电力线上面 所以法拉第对于磁场呢 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他说 这个磁铁啊 他会产生磁场 他的磁场是这样子的 甚至于 当然我们可以多画几个 我画的不好就说了 他说磁场通过他呀 所以这两个有关系啊 磁铁的磁场 他的磁令线通过这个线圈 这就是他们的关系 好 那你现在把磁铁接近磁 接近线圈 跟远离线圈有什么现象啊 那就是你接近线圈的时候啊 通过这个线圈的磁令线就增加 对不对 或者说他的磁通增加 在增加之中 但你把他往后退的时候啊 他的磁通在减少之中 所以他说 哎 为什么这个上面会产生电流呢 因为他有一个电动式 这个电动式是跟磁通有关的 所以他就 后来他就发现了 原来啊 这个 电动式跟磁通呢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说 他说 这个上面产生的磁 EMF EMF 他说是 等于 磁通 我们先用个B 以后都用 不加了哈 知道是磁场 磁通的 时间变化率 就是说磁通变化的 大还是小 你移动的快 跟移动的慢 产生的电流不一样啊 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还加一个负号 负号就是 等等我们会讲哈 联负号在一起 那么 他就表示这个 电动式的大小 跟方向 与磁通 的变化率的关系 这个就是法拉第定律的 最基本的形态 最基本的形态 很容易记吧 D5b over dt D5b over dt 当然D5b over dt 是磁通改变量 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它是 小有关 那再加一个负号进去 那么就 跟这个方向有关了 我们说这个磁通 磁场 磁场 我们就写在这边好了 它呢 有 不是磁场 这个电动式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 电动式是这样子 电流就是这样 电动式是这样子 电流就是往上 那么 它这么流 跟这么流 法拉第用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来表示呢 就是用 positive sense 跟negative sense 来表示 就是说 positive sense 或者是negative sense 表示 表示 我们就说正 和负表示 就好像我们现在 有一种方向就是 瞬时针 跟逆时针的方向 好 你要记得 他说 什么叫positive sense 跟什么叫negative sense的定义 一定要记住 现在好多好多同学 哈 不但同学 我看很多很多人 他法拉第定律 他是基一半 他只会求他的大小 然后这个正负号 他莫名其妙 他这个电动式的方向 他用另外一个定律 叫lands law 来决定 那不好耶 当然可以 但是不好 这一套定律本来就有方向 你怎么这套定律的方向不会用 要用lands law 来算呢 你只学了半套 好 记住我们现在要学全套的 我告诉你 什么叫positive sense 什么叫negative sense 你现在先把 右手准备好 假如这个是线圈 那有磁通通过 对不对 假设 他的磁通是这个方向 磁场 是这个方向 这是b场 b场 好 我们说这个上面的电动式 是positive 或者叫做positive sens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右手大拇指是磁场的方向 这个就是电动式的方向 小指头 小指头 如果小指头跟大拇指符合 右手定折的话呢 这个emf就是positive 我画出来 positive 这个方向就是positive 这个方向就是positive 有没有拿手出来笔画笔画 好 那么 再来一个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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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磁场 是进入黑白面的 而他是negative negative就是说 这个是positive 反其道而行 就是 就是 negative 所以 如果 emf 是这个方向的话呢 我们就说 这个emf 是negative sense 知道哈 知道哈 什么叫positive sense 那个 我们再画两个图 如果磁场 是 出黑白白面的 positive sense的emf 是什么方向 你先磁场哈 这个呢 就是emf啊 这就是positive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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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 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 市场还是出来的 但是他不是这个方向 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emf就是negative 哈 这四个图 就说明了什么是positive positive sense 什么是negative sense 这只是管他的sense的方向哈 好 再来我们就看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好 我们看 如果这个线圈呢 当中的磁场是这样子的 当中的磁场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磁场呢 当然磁场都要变动才有啊 磁场如果是稳定的就没有啊 好 那我们说 如果 他的 他的 d phi over dt 是大于零 那就是磁通越来越强啊 磁场的 磁场的 变化越来越大 就磁场越来越大 好 那么 因为他在变化 所以他有 emf emf emf是 d 负的 d phi over dt 这个是正 这个是负 所以这个就是小于零 小于零是positive 还是negative啊 小于零是什么 negative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emf 是negative sense 进去的磁场越来越强 结果他的emf是什么方向 不是这个方向哦 这个方向哦 所以 这个时候的emf 是这样子的 好 好我们再看 好还是进去的 但是呢 我们说 这个磁通 如果小于零的话 那就表示他 进入黑板面的磁场呢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好 那么emf呢 就相对的 就是positive sense 所以这个时候的emf是positive sense 所以这个时候的emf是positive sense 是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所以是这个方向 好 好 这个方向 好 那么 再两个哈 我 不愿其烦的 把这个 都画出来 你们回去要好 好好的把它 学好 以后 用法拉第 法拉第定律 不要只用半套 好 如果磁通小于 磁通变化率小于零 那就是这个磁场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emf 这个大于零 我写错了 对对 这个效应 先用这个好了 跟这个对称 如果大于零的话 那么 emf就是 越来越小 negative sense 先磁场 这是positive sense negative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negative 好 最后一个 如果 如果磁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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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mf就等于负的 bphi over dt 大于零 大于零 positive sense positive sense positive sense 好 这一套 法拉第定律 的方向 好 决定他的方向 好 现在我们做一个题目看看 做一个例题 这个U型的导线 这个呢 是一个 一条 导线 另外一条导线 不过这个导线呢 可以在这 U型的导线 两个背上面滑动 可以滑动 可以 好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空间 有磁场的存在 有磁场 均匀磁场 好 我们假定 这是一个均匀的磁场 b 等于constant 如果 都是 都不动 静止 这个 这条 线不动 上面没有电动式 可是当 我们把这一条 导线 以V的速度 向这边拉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 这个回路里面呢 会有 电流 会有电动式 那这个回路的电动式是什么 我们要求 回路的电动式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平常我们只学过法拉第定律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做 另外一种 电动式是由别人发现的 好 法拉第定律怎么说呢 我们把法拉第定律先写出来啊 每一次要用法拉第定律 你就把它好好的写出来 电动式等于这个 那你要知道EMF 你要知道Fi 对不对 Fi是什么东西啊 词通 词通 词通等于什么 嗯 不要忘了这个诗子哦 词通是等于最高 词通等于最高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 这个回路里面的词通 啊 这个回路里面的词通 是等于什么东西啊 啊 等于什么东西啊 它是个面积分哦 但是不是closed path 不是closed surface closed surface它就是零了 你知道吧 它就是这个面 这个面的词通 好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词场等于什么呢 啊 你要做这个 就比如说我要在这里先画一个DA 跟这个面一样啊 我就让它跟这个 嗯 跟这个 跟这个磁场啊 平行啊 就是说我们取 DA 于 磁场平行 那就是 这个方向 好 就是这个方向 面积向量 嗯 好 那 那 这个地方的磁场呢 是什么 是常数啊 啊 那么b场 等于constant 所以我们就把词通就求出来了 好 因为平行 所以它就是b.da 因为b是constant 我们写这样好了 大小是constant 哈 那它b场可以提出来 好 gda 好 那这个就等于 这一段的面积 如果我们把这个长度 叫做w 好 那我们令这个叫做x轴 因为它在动嘛 它的位置是x 位置是x 好 位置是x 那么 它就在这一瞬间等于什么 等于w 等于w 乘x 好 把这个带入第一次 带入第一次 我们就得emf 要等于负的 d5 i over dt b跟w都是常数 那么dx over dt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条导线 可以滑动的导线 它的位置的时间变化率 位置的时间变化率就是它的速度 就是速度 所以这个就变成 负BWV EMF是这个 这个结果包括大小跟方向 大小是什么 就是B乘W乘X 方向呢 Negative Sense 什么方向你们自己判断看看 Negative Sense什么方向 手拿出来笔啊 什么方向 磁场进去的对不对 这个是positive Negative什么方向 这个 所以它电流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EMF的方向 通常你要在这里写一下它的方向 你当然不要用负 他负已经 佛达蒂已经讲这是Negative Sense 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图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它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 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 对不对 逆时针方向 要写这个字哦 懂不懂 现在你不要做题目啊 要一步一步来啊 不要随便乱写啊 写一个字字 人家看不懂 这里 这个字字鼎鼎大名的法拉第定律嘛 这个是什么 词通嘛 你拿到全世界人家都看得懂嘛 我们写要写公定的 不要写你自己这个 从过程里面摘取一个来 人家看不懂